好 來囉 大家好 我跟他 換位置 換褲子 換位置 他幹嘛要換褲子 來 來 大家好 我是落電通的小羅 之前呢 我們已經有跟各位朋友分享過 IP監控系統的施工以及安裝了 那如果各位朋友還沒有看過的話 小羅我建議你先去看完那一集之後 再回來接著看這一集 你會比較容易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而我們今天呢 要繼續跟各位分享的呢 是以IP監控系統為基礎的前提下 我們來做一個衍生的應用 這個應用呢 非常非常的實用 學會了之後呢 包准打同任督二賣 剛好一點外 那我們馬上就開始囉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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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們講一下 這個地方很重要一定要跟各位說 為什麼當初呢 我們最後會決定使用IP監控系統 來 我往裡面這邊看一下 你可以看得到 現在裡面原來有插一條網路線的地方嗎 來我拖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接口呢 你可以想說 它原來就是這邊的網路點 這邊有兩個 第一個是這邊 旁邊有一個 然後那邊也一個 旁邊那邊也一個 就是現在有 白胎無線路由器 一條黃色線的 但是那一條呢 事實上它是接來 接來這個地方的 然後這邊再到樓下 問題就來囉 我把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其實它後面是 直接看到牆壁 那就問題來了 它原來這個電視牆 裝潢的那麼漂亮 但它原來牆面的網路孔到底在哪裡 然後小羅我告訴你 我直接破題了 不然這個影片會太長 在這個地方 你想說 櫃子怎麼會呢 櫃子怎麼會呢 很多都會藏在這邊啊 有看到嗎 這個裝潢的廠商呢 算有良心的 因為它把它流出來 我遇過很多次 直接巴一個給你封起來 你完全看不到 原來在牆壁上面的 那一個網路的那個盒子的點 那怎麼辦 你要再拉線怎麼補 好啦 我找到孔了對不對 可是我又遇到了一個問題了 各位看得出來 我換個姿勢 各位看得出來 這裡面有幾條線嗎 來 一 二 三 四 兩條K6 一條5C的同軸線 一條3C的同軸線 四條 四分管 四分管 直接基本上已經快保管了 如果我今天是做 我先起來一下有點帥 如果我今天是使用那種類比的系統的話 我可能在追加攝影機的時候 我就要在補線路上來 一支我就要補一條 哇 裡面有辦法補嗎 沒辦法 那我們最好的方式呢 因為它放的是K6 我只要確定這條K6 它的線心有沒有可以正常 就是有沒有可以跑到1G 那我就可以直接沿用它了 甚至你是K51有沒有關係 其實也可以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當初為什麼會使用IP監控系統的原因 事實上各位 我之前應該有跟各位講過說 我們那個NVR那台主機啊 我們只需要一條網路線而已 所以我可以等一下呢 把它那條網路線 把它直接更換掉 然後直接換成我們的NVR 直接插上去就可以用了 當然它原來的無線路由器 我可能把它改來這個地方 就兩條網路線使用 那你可能會想到一個 另外一個疑問就是說 那如果這邊我有第三個網路點的需求怎麼辦 比如說我的電視 我要接實體網路怎麼辦 沒有關係 如果未來業主會需要 要直接用實體網路線的話 我們在不補線的情況下 我們就直接在這邊加一台小台的Switch 就是看是5Po還是8Po的Switch 這也是後續可以做個研診的方式 好啦 我們趕快把線路拉一拉 主機裝一裝 我們趕快看要幹工了 OK 要留給客戶接電視了 這條HDMI 貼好了 那我們就到樓下先去測這條線 看有沒有通 8Po 對 87有通 21米 接回去 第二孔是12樓 這孔可能是應該它是它最佳的 我們這邊已經有做好記號了 就是錄影用的 要再做了 就是錄影用的 不是大拇指就是大拇指 一定是大拇指啦 不 在錄影用的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你不喜歡 有很多人 在錄影用的 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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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三星 投進去了喔 來 兩條進去了 來 來 好啦 還行 現在還可以 來 來 開始緊了喔 好 來喔 這樣好了 跟他 換褲子 換褲子 他幹嘛要換褲子 來 來 來 太緊了喔 等一下喔 來 來 好 等一下 幫你補一點廣告 你看喔 明明距離那麼短 可是真的很不好拉 我們等七哥 講完之後再來問他一下 來 來 到頭囉 來 來 來 還有一條 來 來 來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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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OK 這是我們高雄總公司的工程部的主任 來 齊哥 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邊是不是很難拉 沒有一管好拉 沒有一管好拉 好 不要看有時候住家裡面喔 真的我們在拉住家裡面的線路 看似好像短短的 可是事實上如果遇到那種管境 真的 我也不知道那個管道怎麼配啦 我們不方便評論啦 但是 是真的很不好拉 那裡面原來幾條線 四條 四條 四五條 原來就四五條 它在補線 所以我們從早上來就拉線 到現在現在幾點了 現在已經三點了 早上到現在 四肢攝影機還在拉線 這邊真的不好拉 好啦辛苦了 加油 加油 太結束了 可以了… 好囉 好啦各位朋友 我們經過三天 三天 經過三天的努力完之後 終於把這個案子給他完成了 這三天真的是做好做滿了 原來小羅還天真的以為說 兩天可不可以完成 可是這邊的線路喔 真是… 真的是有點難搞 搞那個組長喔 那個拉線拉得 今天被假死了 但是沒關係 我們好現在再順利完成啦 然後現在 我現在人在 五樓的影音室這個地方 那我們等一下要進入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 延伸應用的主題喔 那我們今天到底要跟各位 分享的是什麼東西呢 一開始的時候 客戶我們在規劃的狀態 他就已經告訴我們說 他希望五樓的影音室 可以同步二樓監視器主機的畫面 就是坐機時間看啦 因為他有時候會在這個地方活動 那我們一開始也想說 一般的方式 我們可能是用HDMI延長訊號的方式 去做延伸 可是這個地方你自己看 又是裝潢牆 整個線路都改位置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邊 再加裝另外一台NVR的主機 只是我們不裝硬碟 那他純粹是以 區域網路內網 用IP的方式 把它收容在這台主機上面 然後近端用HDMI 輸出到電視上面 那小羅 我先把這個部分先做完 我再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NVR的這個方式 以及HDMI訊號延長的方式 差異在哪裡 電視有點大 大到覺得有點近 好 OK 那小羅已經把影像都已經收回來 五樓這台NVR的主機 然後做即時影像的輸出 然後各位看到的結果就是這樣子 那小羅接下來呢 大概有六點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NVR的方案以及HDMI的方案 它的差異大概是有哪些地方 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小羅剛剛前面已經有大概先說過了 我們用NVR的方案 如果你現場已經有 區域網路的線路的架構的話 你基本上是可以直接 在任何有網路線的地方 我把主機擺上去之後 我就可以用IP的方式 做影像的收容 但是HDMI的部分的話 我必須要從二樓的NVR的那台主機 後端的HDMI的輸出 拉一條K6以上的網路線 從二樓的主機拉到一樓落電箱 再從一樓的落電箱 拉到五樓的電視牆後面 然後再做出現 但是現在這邊已經裝完畢了 你拉線的部分 你會大大增加你的施工的困難性 而NVR主機的方案的話 它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好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以小羅現在這個暗場來說的話 如果我要從二樓的主機 拉到五樓的這台主機的話 這一個線路小羅預估 大概會有20米到30米 那我們一般在選擇HDMI延長器的機種的話 大概都會選擇60到120米 就會比實際長度還要多的那種機種來做了 但是實務上其實我們常常用這種方式 但是問題會遇到一個狀況就是 現場如果遇到一些干擾問題的時候 它畫面會不定時的會散跳 突然就是黑畫面 然後又回來 但是這種狀況其實真的有點難解 但是如果你是用NVR主機 我們已經是轉成純數位訊號了 那基本上它比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如果是拉用NVR的方案 拉網路線的話 以網路線的極限規範 大概就是90到100米 而如果你要延長的距離 超過100米怎麼辦 當然我們可能最好的方式 就是用光纖再轉網路的方式 然後再銜接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操控的問題 剛剛小樓就有說了 如果我們是用HDMI延長的部分 我們只是從主機的影像輸出 把訊號延長到五樓做顯示 那所以會發生一個狀況 如果二樓的主機有人正在調影像 五樓這台螢幕也會怎麼樣 也會跟著一起變動隨時 那就有一個很尷尬的狀況 如果有人在二樓偷偷的吊帶 然後五樓我剛好也在看 但是我就默默的看著它在做什麼事情 不會覺得那個畫面有點尷尬嗎 好那但是如果我們今天是用NVR的方案 其實簡單說我們就是用兩台主機 那二樓歸二樓的主機 五樓歸五樓的主機 兩邊都不會互相影響 這是它蠻大的一個差異 好那第四個 OK這樣 好那 好那第四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在之前一直有在講的 就是它所謂的變更的便利性的問題 你試想如果業主現在的需求 就是在五樓的這個影音室 它有即時監看的需求 可是這個需求哪一天 它突然跟你講說 欸小樓我現在五樓不要看了 我要把它改到四樓怎麼辦 如果我今天是用HDMI延長的方式的話 我就必須要把這條線路改到四樓去 你要重新試工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用NVR的方式呢 我只需要把主機拔掉 拿到四樓 如果四樓本來就已經也有 原來區域網路的那條線路的話 我直接把它接上去 然後基本上 它的畫面就直接自己回來了 你根本就不需要施工 但是如果假設你的孔位不夠怎麼辦 那其實我們就最簡單的方式 不要拉線 我們就增加一台網路交換器 就是Switch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到網路接口的擴充了 好那第五點呢 就是HDMI延長的方式 它只是做即時影像的顯示 但是我們如果今天是NVR方案的話 你自己想一下 我不加硬碟 它就是純顯示 我要是加硬碟呢 它就是顯示加錄影 等於說我今天二樓那台主機 我也可以讓它錄影 五樓這台主機 我也可以讓它錄影 等於說備份的那種概念 那當然五樓這台主機 要不要加硬碟 就隨你的需求可以去做 增加或是不增加的選擇 好啦那第六個也就是最後一個 我們今天這個案子呢 我們是用區域網路在內網的方式 完成這樣的影像收容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假設我台北有一個住家 我要收容我高雄的影像 到台北做即時形式 可不可以 可以的 只要你高雄這邊 有固定IP 有簿號 有帳號密碼 基本上我就可以把影像 收容到台北的NVR主機 等於說它已經不是在區域網路內 它已經是外網的方式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把影像 直接拉到台北去 可是HDMI延長的方式呢 你要前線騙到台北嗎 不可能吧 但是 當然NVR的方案一定會比較貴一點 因為它等於就是加了一台主機 好啦那以上的差異說明呢 就給各位做一些未來的規劃以及參考 當然我們這次的連結方式的補充呢 是以這個品牌的主機是這個樣子 或許有其他不同的品牌的主機 它的連結方式是不一樣的 但是這方面的應用呢 小羅我確定都是客行的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如果這支影片對你真的有幫助的話 也請記得給我們一些支持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那我是小羅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囉 就是為什麼當初我們這邊最後會決定 使用 有人 為什麼會有人 郵差喔 好啊 人類啊 人類啊